大家好,我現居香港,有五十年的古董維修經驗。 在這段時間中,我修復過各種各樣的古董,包括瓷器、銅器、木器、唐三彩等等。 今天,我想與大家分享一些我的修復圖片。 鎮武獸,又稱鎮澤獸、鎮家獸,是一種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瑞獸, 被認為能夠驅邪避哉、保護家庭平安。 鎮武獸通常呈現私人面或者牛身人面的形象,有時也會有羽翼或龍爪等元素。 在中國傳統建築、雕刻藝術、陶瓷藝術、寺廟神像等方面都有其身影。 鎮武獸起源於中國古代傳說中的神獸, 傳說他能夠驅邪避哉、守護神靈。 在中國古代建築中,鎮武獸通常被用來裝飾門前、門尾、屋脊、柱等地方作為守護家宅的象徵。 在中國古代,鎮武獸也被認為是天子的秀德。 象徵主帝皇權力和神聖的地位。 名稱時期,鎮武獸也被廣泛地運用在官方建築中,成為中國建築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。 鎮武獸在現代也有很高的收藏價值,因為它不僅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。 也是中國古代工藝藝術的精品之一。 現在,許多博物館和藝術品收藏家都收藏有鎮武獸的雕刻、陶瓷、石刻等文物, 以彰顯其歷史和藝術價值。 如喜歡影片請訂閱、like及分享或需要修復各樣藝術品。 請留言給我。 認識! 巨大的消息 。 。 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